今天早上一起来跟各位聊一聊 1987年以来的最佳单月表现 美股为何不恐高呢 那么在视频线另一端 我们联系有嘉宾的是莫浩南 一起来跟我们探讨相关的话题了 早上好 卡斯佛 大家早 龙哥早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在11月整体的美股表现情况 我们来看到其实在美股方面 也是因为疫情的恶化拖累 昨夜美股方面是出现了一个下挫 像道指方面在昨夜曾下挫446点 收报在29638点 下跌是有0.91% 那么在标普方面 昨天晚间收报是在3621点 下跌是有0.46% 纳指方面收报12198点 下跌0.06% 但是我们总结来看 道指在上个月仍然是累涨 了有11.7% 这个升幅是1987年以来的 一个单月最佳表现 而标普在上个月 累涨是有10.5% 纳指上个月是累涨11.4% 同样也是4月以来表现最好的一个月 那么以小新股为主的罗素2000指数 全月累升是有18.3% 也是创下了有记录以来的一个最大单月升幅 首先行 Casper来给我们总结一下 来看看11月美股的表现 你会怎么来点评呢 首先先说一下美股的走势跟图形吧 那现在虽然说我们看到道指的 道琼指数的一个走势 看上去好像短线并不好 就是因为说有三根黑K 就在这一个11月24号那一天 创了新高之后就出现了一个 回落的一个情况 那但是问题是 现在我们看到说虽然是 跌破了五天跟十天的均线 还有就是跌破了这一个 11月24号那一天的那个红K 那但是其实整个走势来说的话 还是属于破顶 然后回挡的一个状况 那所以其实这个回挡 也是没有跌破之前的前提 大概是29,300左右 那所以其实还算是一个 比较稳妥的一个上涨的趋势当中 那所以现在如果说 想要尝试去扣地买入的一些朋友们 我觉得可以开始去注意一下 有没有投机的一些机会 那但是这个整个走势来说的话 我还是觉得不会太担心 虽然说如果就真的是下窗了 这个293左右的水平的话 才会进行一些减仓的一些动作吧 OK 其实我们在其他方面 旁敲侧及综合来看 感觉市场普遍都是一个 这个避险情绪下降 风险情绪上升的一种感觉 包括我们来看近期比较有趣的几个现象 首先看美元方面 曾经下市到两年半的一个低位 而在昨天晚间 尾段有倒升0.23% 倒在92% 但同样也是来到一个低位 而比特币方面市况也是比较波动 周一曾经有飙到历史的高位19864美元的水平 一度是有大涨超过9% 而避险的一个降温的金价方面 是继续保持着一个下跌 纽约2月黄金期货收跌0.4% 倒在1780.9美元的一个水平 也是创下7月初以来的一个收盘新低 11月份累计更是有下跌5.6% 是连续第四个月的走低 但我们综合来看 近期呈现一个整体的态势 就是美元再跌 黄金再跌 比特币再升 其实这个某种程度上 是不是也反映出来 市场避险情绪下降 其实对于风险资产的这样的一个意味 还是非常浓厚 可以这么来看 其实折射到美股方面 应该还是一个比较有信心 或者是有机会继续走好的一个状态 您怎么来看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这个绝对是的 因为看到说 刚刚像您所说的一些指标 就是因为黄金 基本上我们大家都视为一个避险的一个东西 但是现在很奇怪的一个状况是 美元在不停的跌 但是黄金更跌 所以这个情况是 本身就觉得说 大家可能有些资金凑掉出来的 但是为什么又不进去黄金呢 所以其实两个逻辑是有一点 在以前很少去出现这种状况的 那出现反而的状况就是很多的资金去进入到这个股市 股市去博弈 那我会觉得整个状况就是因为说 联储局还有就是美国政府在 所谓的买债就是印钱的一个力度方面 是前所未有的超强的一个印钱的力度 那尽管说是可能经济有一部分的一个服输 或者是疫苗可能真的快要出来了 这个几单新闻出来 但是其实这个买债的规模也是不停的在增加 那整个联储局也是不停的在扩表 那所以市场不停的在炒作这个东西 就是说其实不是说这个经济扶苏怎么样 而是说因为钱多了 钱多了只是把这个整个股市的价值去推高 那只是这一个逻辑而已 那所以现在大家都关注到这个状况之下 我就更多的资金进到这个股市里面 去继续的赌钱 我可以这样认为 那所以短线来就长线一点来说吧 这个股市的一个状况肯定是不健康 那还有就是这个估值肯定是贵的了 那但是问题是我们作为一个炒家也好 或者一个博弈者也好 其实就会进到股市里面 不停的根据这个图形或者趋势继续的博弈下去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也会持续维持一段时间吧 所以这个面对很多不合理的时候 作为一个吵架或者投资者 你是跟着市场一起去疯狂 还是说我们及早的这样脱离一个这个过度兴奋的市场 那其实这个是非常考验大家去如何把握这个水位 在当中如何来获利的一个技巧 那其实我们来看整个在宏观环境或者说大消息方面 其实最近也是有很多确定的消息 也是是推高到美股的一些因素 比如说像美国总统大选 结果现在尘埃落定了 可以确定说拜登是要当选了 另外呢在这个班子团队方面也是看到消息 拜登要任命耶伦是成为这个财政部长 而疫苗方面的利好消息也是频频出现 其实这些消息堆积在一起啊 令到市场这样一个氛围向好 您觉得这样的一些利好因素够不够确实 是一个比较虚的一个情绪带动呢 还是说这方面带来的憧憬跟期待 接下来真的有机会会令到整个市场环境 会发生一些大的变化 您会怎么来看待这些利好消息呢 我觉得这个市场真的是人生的一序惊慌啊 就这个感觉 就美股的一个整个情绪 还有就是一直以来的这个投资逻辑 也是非常是有金交有酒金交醉的一个感觉 就是反正我知道有很多坏的消息 但是我先不管我就先吵上去 等待这个坏消息真的灰犀牛撞过来了再说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逻辑 就是因为说耶伦他本身是一个民主派的人 还有就是他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因为他是一位女性 那所以通常我们一般市场给予的一个感觉就是 可能他管钱方面可能会手比较紧 那之前我们看到美国阿巴马时代的时候也是 虽然说就这个民主派的当政可能对于这个 这些商榨啊 英钱啊等等的一个状况 不会像这个共和党那么的力度大 那但是其实看到说他在很多的地方 其实也相对共和党啊 或者是之前几任的一些联储局的主席来说的话 还是比较收紧的 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如果耶伦真的是上任的 其实对于整个股市来说 可能是这一个会不会将来的扩表的程度会有所缩减呢 或者是这个印钱的速度会慢一些呢 我觉得会有一个状况 那持续的不停的这样印下去 也真的不是什么办法 因为会导致说整个货币的一个通胀啊 或者是有一些资产的通胀会过于厉害 其实对于整个经济来说是非常不健康的事情 那所以我觉得如果这个情况继续下去的话 可能到这个耶伦真的上任呢 可能会出现我刚刚所说的这些情况吧 确实这个耶伦卸任其实也没多久 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 还会记得在任上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这样的一个美国加息进程 应该就是在耶伦任内就一步步推进的 所以在货币政策这一块 大家可以预期到耶伦的一个取态 但是我们现在是看到 耶伦是有机会要入主白宫做财长 那么这一块大家有关注了 我们看到耶伦过去的一些口述表述方面 曾经是有多次批评美国对中国发动的关税战 而且外传他跟特朗普的经济观念 其实是相左的 但是在批评中国补贴国企的观点 确实跟特朗普是比较相似 而财政部我们知道 他在美国方面是有份参与 美国贸易政策的制定的 那么也是应付中国贸易问题的对口部门之一 比如说像之前财政部方面 也要定期向国会递交这个主要贸易伙伴 宏观经济与外汇政策半年度报告了 同时也要决定中国等国家 是不是一个汇率操纵国了 那这些方面其实都是由财政部来决定的 而现任财长母亲跟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 他们过去两年多 我们看到一直是作为美国首席 谈派代表的身份 来跟中国磋商贸易协定的 那么也是美国对中国贸易战 关税战的操盘手之一 那么一个相对来说 这样一个政策取代的耶伦 如果说他要入主到财政部的话 那么届时对于中美之间的贸易战博弈 或者说关税方面的博弈 会不会带一些什么新的变化 那么届时市场反应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新的期待呢 其实我觉得有机会是进行一个缓和吧 那但是问题是我之前也讲过很多次的 就是这个中美两国是一直以来 虽然说之前可能看起来这个关系好一点 那但是之后的一个状况 肯定是这个竞争大于这一个合作 那虽然说这个民主派 还有就是特朗普下台之后 可能对于中国的一些态度 有可能有所缓和 那但是其实看到说整个国会吧 那还有就是参众两院的两党的一些议员 其实也是看到说他整体的一个趋势 那个曲态也是想要去打压中国的 那这个是两党一起去承认 一起去通过这一种事情 那所以这个状态之下 我觉得可能这个曲态方面有所缓和 那可能对于刚刚本来这个特朗普提出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关税啊等等的会减缓一些 那但是其实总体的大方向是不会变的 那还有就是刚刚说像提到的 就是这个把中国列成一个汇率的操纵国 那我会觉得说之前 虽然说有做过就这一类的一个政策 那但是其实出来的成效是并不高的 因为奥巴马任内的话 大家都认为就觉得说 其实他是可能是推动这一个中国 在这一轮的一个大国的博弈当中 是领先的其中一个推手 因为之前打压中国的力度是相对比较小的 那所以我觉得耶伦上任的话 可能这一些事件会发生 但是也不会太大的一些变化 是或者说中美之间的博弈 其实还是会持续 但是只是在方式方法上 可能像关税战贸易战 未必会是一个主要途径 可能会有其他方面的东西 那所以这个还是要看 这个新一届政府班的上台之后 那么跟中国之间的再来进行交流 到底是采取什么一个策略呢 也要保持一个持续的关注 那么我们看完了很多这个市场 认为的一个所谓利好消息之后 那当然我们看到昨天晚间 也是有些消息出来 给大家敲一敲警钟了 那么这次是美国联储局主席鲍威尔了 他就认为啊 这个经济复苏啊 是在放缓 以及疫情呢 也是出现反弹 令到美国未来数月呢 可能要面临挑战 那鲍威尔在周二出席 国会听证会呢 他在准备好的演讲稿中 又表示啊 这个经济复苏放缓 加上疫情的飙升 意味着美国正在进入一个 具有挑战性的几个月 直到疫苗生产 以及分销的障碍消除 他就认为说 这个疫苗的最新消息啊 非常激奇 目前呢 仍然是存在重大挑战 和不确定因素 包括时间生产和分配 以及对不同的人的有效性等等 现实呢 还难以说有把握 来评估有关的进展 对于经济产生影响的时间跟范围 而鲍威尔又指出呢 美国经济前景 极为不确定 将会取决于疫情的发展 而经济活动持续的复苏 但是改善步伐 仍然是在放缓 感觉是在给这个兴奋的市场 在敲一敲警钟啊 所以想问一下 卡斯伯尔 那么鲍威尔刚才所提到一些忧虑 跟不确定性 是否有机会成为 未来美股出现一个 下打回调的一个契机呢 这个其实真的是有这个机会 但是问题是现在 我们先要搞清楚的就是 我们这一轮的市场的上涨 是什么一个逻辑 那从这个市场上涨的开始 就这一轮我可以说是牛市吧 这一轮牛市的开始是什么时候 就是这个新冠疫情出来 那然后爆发的最厉害的 就是三月中之后 那然后这个三月的时候 其实这个特朗普市 就说了一句话 就是无限QE 无限买债 那反正市场有多少 我就印多少接多少 那这个概念 那也推出了很多的刺激的政策 或者是一些平民的补助的一些政策 那所以把这个市场的一个气氛 重新的推上来 那这个状况的话 我们就重新来想一下 这一个牛市推动出来 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政府的一个财政政策 印钱把这个股市推上去 那所以如果我们这个牛市 什么时候要结束的话 就是反而倒要想 就是这个所谓的印钱的动作 什么时候完结 或者是什么时候会慢慢的开始放缓 那所以我们刚刚说到的 可能疫情更严重 或者是这个经济服务可能放缓 我觉得对于这个市场的反应来说 可能反而是没有那么大 反而是如果疫情更严重的话 政府会不会继续的不停的印钱 把这个市场技术的稳住呢 那如果这个状况持续的发生的话 我觉得这个牛市可以去持续 因为现在炒作的根本就不是这一些 我们所说的实体经济的一些问题的 那主要的话还是看这一方面吧 主要的是这个货币的供应量等等的 是怎么去导向这个市场的走势吧 所以大家还是要找到 这一轮股市上升的一个原因 看着这个正面的利好因素 有没有改变 再来判断市场情绪 会不会出现一个反转的情况 好的 我们第一个节目时间 到这也差不多了 我们接下来取节广告 休闻回来之后 继续来跟Casper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